古口草笼 制作一条长28米,龙身直径0.38米长的草笼,用草约8万根,不露人工横迹,呈现一派庄重威严,古朴典雅的身韵。 湖口县位于江西省北部,北陵长江,西滨鄱阳湖,正是地处鄱阳湖的咽喉,厄长江天险,不仅是滨家必争之地,商骨复奏之地,又是文人慧翠之地,戏曲盛行之地,同时也是中国民间手工技艺流行之地。 在民间手工技艺中,草笼尤为别具易格,令人耳目一星。 2000年,国家文化部摄文斯授予湖口县为中国民间艺术之相。 湖口县有着悠久的鞭扎有草笼的习俗。 据传,草笼起源于隋唐,盛行于明清。 起初,农民在每年秋收之后,用稻草扎成五至二十一节的草笆,用木棍篡煮,草神篡起,制作成草笆笼。 在田间或串村游玩,欢庆丰收,以表达人们盼望年年风调雨顺,五谷风登的喜悦心情。 湖口草笼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化价值。 它含有民间舞蹈、杂技、手工艺、文学、美术、音乐等多项艺术。 在省市县举办的各项文化活动中,呈现出它的极大魅力。 2006年11月28日,首届国际龙诗精英赛在江西九江举行。 来自意大利、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巴西和我国十七支队伍参赛。 独具特色的湖口草笼受邀参加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和采接巡游活动。 湖口舞龙队表演的古朴典雅的草笼舞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中国文化报、香港大公报、新浪体育网络、江西日报等新闻媒体相继报道赞与湖口草笼。 2005年9月,江西省举办民间文化艺术节,湖口草笼特邀参加精品展。 在展览中,精致的湖口草笼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并入选首批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项目。 在精品展期间,玉芳泽一人和他女儿玉远丽参加了江西省文化厅举办的绝活表演。 玉芳泽鲜熟编制的小龙珠吸引了广大游人前来驻足观看。 赞叹他的编扎金毡记忆。 2006年元宵节期间,湖口草笼参加江西首届龙诗大赛并获得赢奖。 2006年和2007年春节期间,在湖口县首届舞龙舞师大赛上,在龙诗闹元宵文化活动中,湖口舞龙队表演的一整套草笼舞令广大群众大开眼界。 草笼制作材料虽然低廉,但草笼的编制工艺十分复杂。 自这农村庙会的减少或消失,致使草笼这一民间手工艺自抗战开始后就逐渐停止了发展,编扎油草笼的活动自然大为减少。 现今称得上民间手工艺的草笼编织艺人郁芳泽,自1985年,从当时82岁,双目几乎失明的老艺人周云开那里,习成编扎草笼技艺,成为编扎精品草笼的唯一传承人。 二十多年来,仅只有郁芳泽艺人独自苦撑着编扎草笼这一民间技艺冷门。 他为了使这一手工技艺不止失传,抛弃过去农村传男不传女的封建思想,毅然将其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女儿郁远利,使其女成为目前虎口编扎精品草笼的唯一女传人。 我一样,宣扬中国的民族文化,本来我的年纪已经大了,为办法还成这项一幕。 只有带着女儿一起还人。 从制作过程,你一个工细都应该强调年一点。 你一根草的长度不能少于两至三寸。 你一根草笼笼,用草的四带育根。 为了悬崖民族文化 这老一套的东西不能逝选 年纪较大 只有找着女儿帮忙来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我那个时候年纪很轻 才是17岁 我爸爸就叫我帮他一起编着这个草笼 由于金瓶草笼的编扎既费时好工 又受资金的支援 且该项活动一直属于农民自发组织 导致草笼的活动区域逐渐缩小 活动周期不断延长 使广大城乡的人民群众 在几年间都难得一睹草笼金瓶的风采 这种草笼啊 下雨不能有 就只有今天也有 晚上又要 必须要装真 搞灯光 现在只有草笼是我的 我装了一些灯光 活动草笼制作技艺 目前作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伤 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术价值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保护 加以传承 并且发扬光大 争取作成福口的一个品牌文化产业 加以发展 为了使草笼的技艺不止失传 并继承和发扬草笼的技艺 湖口县制定了一整套的保护计划 2007年至2008年 搜集整理草笼资料 编扎草笼 2008年至2009年 规划建设草笼全列馆 2009年至2010年 普及编扎草笼及游舞草笼队伍 2010年至2011年 成立专业舞龙队伍 每年举办龙舞比赛 2011年至2012年 成立湖口草笼协会 发扬光大草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ç感谢下转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